回头来关注台湾 新北市新店碧坛的水岸豪宅国宾大院 申请建造的过程设计弊案 因为这个建案的基地明明是风景区 依照这个都市计划法是不可以分割转让的 不过瑞隆建设他们在申请建造变更的时候 新北市公务局的这个承办计事 在这个使用执照的家住事项上 技术性的删除了禁止分户出售的字句 所以用这个建案可以分户申请门牌 旅馆用地现在变成了豪宅 检调他们昨天兵分13路 搜索约谈锐龙建设的负责人 最后这个负责人因为涉及伪造文书 讯后以300万元交报 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调处 大动作约谈了13人 包括润龙董事长蔡聪斌 名委建设的实际负责人王文宏 当初有实际参与起造也被搜索约谈 天都国际旅馆实际负责人周文龙 跑照的镇城营造公司负责人 储邦力重镇地震事务所负责人 莲资培和前后任的新北市 政府公务局济市都被移送附讯 检调接获报案建商在八年前 申请变更建案使用执照 家住事项上面把规定改成 不得再办理分户 朝有利方式让建商松绑旅馆变豪宅卖 时任新北市副市长 现在是新北市大家长的侯友宜说 尊重检调调查 国宾大院的基地位在新北市新店的 碧潭风景区原本不能分拆买卖 没想到旅馆建物最后可以拆开出售 新北市公务局回应当时的同仁都已经离职 目前公务局只有两名临时故宫 以证人的身份协助调查 华世新闻红备华张兆元新北市报道